大家好我是M王子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我要為我的水草缸 添入新的魚汁啦 那當初本來是說要養蟻蝦 但是我的觀眾獨角仙 今天給了我一代 他自己所繁殖的這個 半月鬥魚的寶寶 分送了我五隻 真的非常感謝他 那我就會將他的愛心 養在我們的水草缸囉 那他給我的這個 五隻半月寶寶之後 也順便有送我一袋這個 他自己買來繁殖的這個 水草 就是畫面中大家看到的這一袋 這一袋裡面呢有非常多 一隻一隻在跳動的這個 水草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他告訴我這個水草 在鬥魚的寶寶長大 差不多1.5至 兩公分左右之後啊 汽水蝸蟲可能已經沒有辦法 滿足他們了 那就可以用這個水草來當他們的養份啦 進行食用 所以日後呢 我會繁殖這一些水草 給我們的半月的寶寶吃 那我的 彩兔的寶寶 長大一點之後呢 我也會用這個來餵食他 真的非常感謝他 那廢話不多說 現在我就開始 將我們的 半月的寶寶 做對水對溫的動作囉 那麼現在我在進行這個 對水的動作 大家看到現在 這個半月的寶寶是不是比較清楚了呢 是不是特別的可愛啊 那我會進行這個動作 持續一到兩個小時 待會呢 就會再進行我們的 對水的動作囉 那現在已經對溫完畢了 那現在已經對溫完畢了 那現在我就進行這個對水的動作 大家有看到我就從我的 水草缸裡 把風管 起來 將裡面的水 滴進去 這個 他們剛剛帶著裡面的這個水 讓它慢慢的適宜 那我也會持續的 一到兩個小時 之後呢 就會將我們的 小魚放進去囉 現在呢 我們已經對水對溫完畢啦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經將這些半月鬥魚的小魚啊 都已經置入我們的水草缸了 那他們現在在慢慢的適應 這個缸子的環境 非常感謝獨角仙 這位觀眾 柏林社的 分送我一些 他自己所飼養 繁殖出來的這個 半月鬥魚的小魚啦 那希望他會在我們這邊 順利的長大啦 那接下來的片段呢 是這個獨角仙 他這個自己設置一個 簡易的水草缸 使用的一些縮時攝影的一些片段 那我就將他一一的呈現給大家 並且列出他說使用的一些材料啊 讓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這個極簡豐的水草缸呢 使用的材料有這個 青龍石 1.5公斤 美國細砂 1.5公斤 龜砂 1.8公斤 小龍一珠 然後牛毛沾兩撮 那他使用的是一石缸 以及一個單管的水药金 接著是這個極簡豐水草缸的設計圖 獨角仙營造出了一座山的概念 那山頂的樹呢 則是用這個小龍來呈現 利用水草膠來做黏貼 而山下的這個牛毛沾 則是利用種植的方式 種在這個底沙中 就是這樣子的乾淨俐落 順利的完成這個作品 那一開始呢 獨角仙都在規劃這個 青龍石擺放的位置 過程中呢 再逐漸遷入這個美國細砂 加上龜砂這個底砂 做這個鋪層的動作 之後將青龍石擺放完畢之後呢 他再將這個底砂做一個鋪平的動作 然後再三封 黏上這個小龍 之後將水柱馬 然後起重這個水妖精 再來他再用水草夾 將這個牛毛毡 種植在這個底砂裡 就完成這個作品啦 也開始飼養他的小魚啦 那麼以上呢 就是獨角仙 他設置水草缸的一些 說實片段啦 大家看來有什麼想法呢 是不是覺得 這樣子極簡風的水草缸 也是必有一番特色呢 那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囉 我是劉本王子 平日跟假日 都會在Twitch跟Youtube 進行直播 那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可以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訂閱 那記得將他們分享出去 也別忘了按下小鈴鐺喔 就會接收到我更多影片的資訊啦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請按下小鈴鐺喔 請按下小鈴鐺喔 分享一下 小鈴鐺喔 然後按下小鈴鐺喔 就是按下小鈴鐺喔 放下小鈴鐺喔 感覺 拿納棒 再放下 Fran鈴鐺喔 就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